图片准备好了 各位就麻煩你 我们要进到我们的 SWITCH里面 我们就拍个新的档案 我们就拍个这样子的 背景要切成这种颜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WITCH打开之后 来我们拍个新的 旧的这个我就不要了 我们就不用存了 走 但是这个不是我要的大小 所以你看一下右小边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宽度假设是400 高度有可能只剩100就好了 有没有变扁扁的 然后背景我们再设一个颜色 这样就好 那通常我会把它按一下这个 为什么 虽然现在也是100 可是有没有发现 它现在差点比较偏上面一点 因为你按的这个 除了比例都变100 它会把整个影片之中 有发现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 刚刚那张图片把它交进来了 这次我要丢到SWITCH里面 有没有进来 所以我说你要缩小一点 你如果没有缩小 进来还要再缩更小 你看我们这种图片用在哪里 用在这里可以 用在简半里面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你看 你如果会去背 去背就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你看我把它拿进来 丢到文字里面去了 再一次 我丢外面 有没有进来就刚刚好 你了解了吧 所以区背是很重要的 但是选背格式也一样重要 你一定要选PMG 那它才会带这个阿八圈 所以我们现在待会你进来之后 可以的话 我们待会就会长这边过来 那这个待会还是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再稍微小一点点 这样OK吗 好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你 来 那么我们先要来看看这一个就是 它动画的结果 我们先在这边跟各位再看一下 有没有它从左边跑进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来让它有一个 左边跑进来的效果 那你要从这边跑进来 要怎么做 这个 给它这个影像叫 有没有叫做移动 移动这里 因为这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你说点一下移动 没有动 对不对 可是它上面有没有加一个推销进来 有 那怎么让台湾都加移动呢 这个要注意一下 你时间走这边 上面 在上面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变得红色 要注意一下 你看到这边有没有变红色 点到这边有没有变红色 这个就表示录影中 这个时候你看我们把它移动 有没有一条路线跑出来 这个就是它移动的路线 好 所以你跑再去看看 这样会了吗 了解了 所以如果你有点对的地方 你是没有办法做的 你有成功一定会有这条线跑出来 就移动有这条线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加上一个文字 对不对 加上文字 所以你待会这个动画质量 你再打一个字 你看点一下 好 这个 好 那要什么字型呢 这个我想可以自己决定 然后这个 颜色选好 字型选好 好 圆圆的 好了 点它一下就好 是不是就进来了 好 那你要拍什么效果 没有关系 你自己决定 等一下呢 我们 从这边你看 我们刚刚有用过什么 比例字母 有没有这个 好 所以你就可以先pute一下 你看人间进来字才出现这个字 好 那如果你想要它 不要 差那么久 你这个时间可以移动 假设你要同时出完 你就移过去 不知道有没有同时出现 这样会了 好 我们就把黄金领先把 基本的东西先 对这个动画做好了 好 动画做好了之后 我们希望它这个动画 下面文字动画做完 是不是要移到上面去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动画做完 有没有 缩小再移到上面去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从那第二个文字进来 那怎么做呢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记得 做了一下先把它停止一下 好 你这边做完了 哎呀 这个最好 我画面可不可以在讲 可以的 那因为我不是要边做边说 我不是想把概率好的 我是这个动画整个做完 我才把它缩到上面去 要移动 所以 有移动 有缩上 还是叫做移动 这样了解吗 旋转也是移动 所以它虽然叫移动 这样就是旋转收放跟移动都在一起 所以你看 你再把它 其他一个移动进来 好 现在你看 有没有 就像今天是不是好像在状态 我把它拉上来一点点 有没有条路径在这里 那你再把它收放一下 当然你要等比例的话 最好是按住Shit 这样才会等比例 不然你会觉得怪怪的 你看 我先做动画做完 有没有就说上去了 好 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把第二个文字 第三个文字进来 这样了解了吗 那么如果你希望这个时间上停久一点 怎么做 因为我们刚刚是到这边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停久 就在后面再加上一个叫做什么 上次 所以它这个讯息呢 会留在页面上一点点时间 好 停一段时间之后 再回头继续播 再回头继续播 最后 既然是一个广告 需要怎么按什么 需要能够按超人解 所以说你看 超人解 那这一点 这个部分设的方法 就跟我们在Flash里面 有一点点不一样 它有一个比较快的 因为你看一下这里 这里有一个叫做电影 电影 电影代表整个 你看按一下电影 不对 点这个 应该是叫场景 我点一下这个场景 你看右下角有没有 多一个叫场景 爬出来 有没有 你先点一下这个地方 你就会看到 那你点到这个场景 这里就有一个叫做什么 单集 单集 中文单做Clip 英文叫Clip 点集 有的单做点集 那 你看预设是什么也不错 所以你点的没有用 那如果你要连到哪里 连到仰址 网址叫UIL 对不对 网址叫UIL 所以你点下去 接着你就把你的网页 告诉他就好了 所以假设呢 如果你点了之后 你想要来到Google 我就把这个复制起来 好 就告诉他 待会你点了之后呢 请你点到Google 好 那这样就OK了 那我怎么知道 有没有正确 这里有一个目标 你们有没有学过网页设计 没有 各位都非常单纯 一张白纸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个目标指的就是跟我们开网页的方式是一样的 一般各位最常用到的只有上面这两个 只有上面这两个 没有选就等于是第一个 那怎么意思 各位平常在上网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我开一个网页 等于我不想看的时候 哇好多网页要关 有吗 因为大家都舍不得你离开啊 你要点 我帮你开一个新的 我帮你开一个新的 但是借着我帮你留着 怕你想要再回来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用的是没有选 或者是第一个的话 Serve就是把自己换掉 把这个页面换掉 那另外一张广告 我们大部分都是什么 Blank Blank就是空白的 就是 这个页面不关掉 那我开一个新的市场给你 这样你了解了 好 所以呢 我在这边讲 这我就不确定 那我们可以来这里做一个测试 你看到 按Plate 有没有发现 我还会是变一只手 按一下 你的阿姨会打开 有没有轮到Google 这样你了解了 好 所以你这个猜游姐 可以像这样子